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理解自己的存在吗?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 那么很可能你这辈子啥都很难做得很顺利 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我是谁 在《孙子兵法》的《谋公篇》说得好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戴 意思就是说,两军对阵知道我们自己的优缺点 也明白对方的优缺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优势去打击别人的缺点 那么就可以期望百战百胜 但如果我们对敌方的状况悔暗不明 但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状况 那么我们至少有一半的胜率 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明白自己的状况 同时也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那么一旦交手,我们几乎就是被对方吹哭拉朽 打得酷爹喊娘 别说被敌人打败了 自己人就先把自己人给踩死了 而感谢老天爷的恩惠 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战火的区域 除了键盘战士打得震天响的空包弹 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平安的 那么还需要知己知彼吗? 答案当然是需要的 我们虽然没有两军对阵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 就可以说类似是我们的敌军了 为什么?因为父母可以贯走我们 但是社会不会 在家里我们可以跟父母耍耍赖 不起床,闲饭不好吃 不干家务活,还可以伸手讨东西吃 讨您花钱来花 但是出了社会,抱歉 您大爷,您大小姐 旁边有个鸡脚嘎啦 挺凉快的,您一旁凉快去吧 吵骂吵骂吵骂 所以我们以外的环境就可以看作是迪金 但我们今天就先谈谈 关于我们自己,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们可以用法国哲学家迪卡尔的一句著名的话来做说明 那就是,我是而故我在 我看到了,哇,好精致喔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有思考能力,我就算是一个存在 那么问题来了 那我不思考的时候,我放个空,我就不存在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我睡着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暂时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呢? 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所谓的我思啊,是比较倾向于有意识的个体 也就是说啊,我对于我自己有所认真的存在 我意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存在 在这个前提之下,就是属于广义的我思故我在 那一定会有人说,老师,你讲这个不是废话吗? 谁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存在的个体 谁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呢? 搞那什么故弄玄虚? 哈哈哈 讲到这里,老师必须说 你想的很直白,但是做的可能就很扭曲了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活在别人的定义里面 我们大多是不了解自己的 你应该怎么样?你这样不好?我这样是不是对谁不好? 为什么他这样说我?我哪里对他不好的?我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我们很难去否认啊,我们活的是千头万须 面对社会,我们整个是意乱情迷 对于生活啊,我们常常手足无措 对于自己的生命意义啊,我们基本上是如堕无礼物 伸手不见五指,走一步算一步的状况比较多 那对于自我啊,不是过度的自我感觉良好 就是无法真正定义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追根究底啊,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不了解自己 所以我们要怎么迎战社会环境的进攻跟挑战呢? 我们如果不知己又不知彼 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每一天就像开盲盒? 当然开着开着,开熟练的就越来越会生活 但是也越来越活成我们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的那个自己 所以我们发现了,了解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我们如何要先了解自己呢? 首先就是一个关键,那就是懂得问自己 为什么是问自己啊? 因为对谈是找出问题与答案最好的方法之一 是之一啊,不是全部啊,没有让你什么随时嘴里在那边自言自语啊 而是在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通过问自己 来找出自己可能或者想法,以及对这些欲望的原始形状 也就是常常跟自己开个会 有时候你以为你理所当然的,都非常了解的事情 你一旦把它拿到出来说,就会发现好像跟自己想的样式有点差别 而在道家经典里面呢,也有一句话叫做 问神问自己,此情可佩天 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在跟老天爷祈祷的时候 你要先问问自己,你求这个愿望是为了什么?合理吗? 祈愿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情,老天爷要如何帮你呢? 所以同样是祈愿啊,西方的宗教也蛮有意思的 都是先感谢,然后感谢上帝 所以发出去的满怨感情越多啊,老天爷回应的更多的幸福感 我们之前关于命运的三要素里面就有说过啊 你付出什么,这个世界就会让你得到什么 所以当你不断诚心的感谢上天的恩赐 那么世界就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圆满生活 反而是不断的求财,求关求路 即使你真的得到了,你会更加的痛苦 因为发出去的是贪婪,我们得到的就是更多的贪婪之心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诱惑,以及更多更多的欲望产生 那圆满基本上就更不可能 所以记得哈,你在庙里去祈愿的时候啊 要先懂得感谢我们现在已经有的 再去祈愿我们所希望的 就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无论我们修养在好,脾气在好 但是无论受到是家人朋友或任何人 他们永无止境的索取 从来都不懂得满足跟感恩 这样的人,我们会永远无条件的帮助他们吗? 人同此心,神同此力 这各位,你一定要记住了 回到主题啊,我们要怎么问自己呢? 老师举个例子来说 念书得到好成绩,是学生的本分 这个老生常谈呢,我们都知道 但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学生 为什么你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呢? 为了以后有好工作 那么你想做什么工作? 不知道 也不一定特别要做什么 反正先有好成绩,以后再进入好学校 那么自然会有比较好的收入 是吗? 可以实现我们更多的物质上比较好的生活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你现在是父母,你照照镜子 你真的同意孩子考一百分,以后上985 211 你就打包票,孩子毕业以后 一定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衣食无缺,终身幸福吗?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因为受货社会鞭打的我们,非常清楚 你考不考的好是一回事 进社会能不能挣钱,又是另外一回事 挣钱跟家庭能不能幸福,又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大客户 你的大老板,你的伟大的领导 以前他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断考 是不是每一科都考一百? 那么有趣的来了 我们既然不知道他们过去是好是坏 那么我们如果现在是学生 现在要求我们自己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是为了什么? 这答案也是很简单 为了受到肯定 受谁的肯定? 受到父母的肯定 受到师长的肯定 他们肯定了,我们才好像是存在的 才是好孩子 才是乖宝宝 是不是这样? 嘿!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不全然是我们 而是别人定义的我们 如果没有受到肯定 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随着时代越进步啊 堕落的孩子就越来越多 为什么?因为这些孩子不被肯定 就定义不出自己的形状 那么只能越来越往下堕落 直到有容器可以装下自己 那么帮派跟游戏 就成为孩子的容身之处 这个是孩子自愿的吗? 当然不是 但是只有那里 才能让孩子多少知道自己的形状 那我们把场景会 拉回到现在 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为了房租 房贷 车贷而努力 为了学费 补薪费 还有生活费而努力 所以为了这些 我们必须找一个班上 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职业 只要能够创造收入 那么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你都得这么干下去 好一点的学理 干好一点的工作 差一点的学理 干差一点的工作 而像失去自己形状的孩子 多半难得不知道自己形状之后 长大变成该牛子 变成大老板的手下的小卡拉咪 女的就很容易去当厕所营业场所 服务那些 她以前在学校看不起的那些人 但其实这些底层的孩子 本身都有各种不同的才华 但为什么她会在那个阶层呢? 因为一开始她就不认识自己 以后她也只能成为别人定义她而活 而即使是我们 精神上跟逻辑上也是如此 只是我们可以稍微多一点选择 所以问心是为了明白我们心之所向 我们可以营造出一个对未来的欲望 这个没问题 然后再针对这个欲望 建立起前进的方向 大欲望付出大努力 小欲望付出小努力 例如小孩子想当科学家 数学理化的世界你要熟练 大人要发家致富 就得知道自己会什么 能够提供给客户什么 挣大钱就得花大心力 合不合理 所以当问自己内心的所向之后 我们就容易找出欲望的根源 那么就清楚自己实际上能做什么 剩下的就是补足自己所欠缺的 然后克服的惰性 才能有计划性的去迎战我们未知的敌人 很模糊吗? 那这里老师举一个例子来说 Meta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 他为什么能够年纪轻轻的 就获得巨大的财富 其实没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知己又知彼 知道别人对于窥探别人隐私的欲望 以及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来迎合这些人的喜好 所以脸书一上架 就获得大量的用户加入 当然脸书本身的机制跟程式很简单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 但是别人复制他就不会成功 例如Google之前就出了一个Google Plus 超了他也没有成功 而同样的 为什么中国的电子商务 可以短时间之内超音赶美 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电子商务体系呢? 也是一样的逻辑 他们注重了用户的体验 之后再克服自己的障碍 各位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一开始的双十一 你下单之后过两个月 你的还不一定可以拿到货 所以中国的电子商务啊 是想办法做出用户体验 然后又愿意改变自己 那么自然发展的比较快 而这些例子啊都比较高上大 好像跟我们距离太遥远 那老师最后举个矮仓笨的例子 就拿老师自己来说 我想成为一个为大家答疑解惑的老师 而且还能够挣一点润笔费来养家活口 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我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那当然就是需要专业嘛 对不对? 那么我就得先从一些入门的书籍买回来看 看不懂的 我找老师来拜 花钱吧 然后再尝试分析自己跟他人的盘 搞不懂的再学习 好不容易出师了 没有客人怎么办? 想办法找客人 学习怎么样做广告 找到客人 可以跟我咨询的管道 还不够 那就想办法开一个YT频道 YT频道没有订阅 没有人看怎么办? 不断拍 不断找话题 不断挑战话题 找到观众想看的 或是我能够做的 然后不断的做 所以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破十万订阅的秘密频道 而现在老师流量下降了 那就是老师必须要重新理解我自己 然后再重新学习这个环境 再进行一般问心 才能打破瓶颈 然后才能逐步的往前进 所以当自己能够理解自己 然后再学习别人来成就自己 那就是广义的知己知彼 这跟我们至圣先师孔夫子所说的 发乎情指乎理 是相呼应的意思 这句话意思是啊 男女想要谈情说爱 这求偶欲望 这很可以 但是要依照理的规范来进行 也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人 则是知己 但如何追求到对方 那就必须知彼 然后呢 无论我跟他都在这个社会的范围里面涵盖 所以说就必须透过合理合法的方法 来进行追求 所以我们就知道 啊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进行 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混带回家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知己知彼的概念 讲了这么多啊 我们做个结论 那就是我们常常要问自己 理解自己的想法跟欲望 让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而不是活成别人觉得我们应该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必要成为那个他自己都做不到 却我们想成为他认为的那个人 你说是吗 当然 我们也不要成为让身边的人活成我们希望他活成的那个样子 这样我们不但遗忘自己的存在 而且我们还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自己的那个样子 你说是吗 感谢你今天收看 我是顾我在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